7. 《非比尋常》 2015年7月12日時代S05週末掃描 張歸陽 更日竟然和你討論起香港的股市以及香港的財經專家水平 90後的你一向不大關心股市,此時數月來內地及香港的股市持續止聲不跌 創造了許多一夜報復的神話,股市成了成中越話,於是你也對股市發生了興趣 還很積極的看報將財經專欄,留心聽看電台電視的財經問答節目 一個多月下來,你說你已經參透了股市股價上落的規律 很有信心的要入場參與這場遊戲了 上星期內地及香港的股票市場,又迎來了非比尋常的大時代 這一刻你恐慌了,你在追問,說港股今年上三萬點的專家在哪裏 你在責罵自己,大時代來臨前的一刻,為何一點預感都沒有 你對駕馭股市的信心消失了,你陷入了無助的局面 你大聲地質問,天天常看財經新聞及專欄有什麼用? 天天收看收聽電台電視財經節目有什麼用? 你還記得我針對你說,有些財經專家對大使方向的預測 只能當作有此一說,不能盡信 一般財經節目主持人,實質上只是投資失敗者的心理治療師 報章上的財經新聞,是回集了你早已知道的事實 至於其權莊家們的說法,翻過來覆過去 只有一句,最緊要落場玩兩手禍 股市規律,大時代久不久就會從來 2006年、2003年、1998年、1983年 你的記憶越長久,它出現的次數越多 對我來說,這次大時代的到來 一點也不意外,2006年我已經公開說過這番話了 這說明了九年來受眾還是不大懂得怎樣選看傳媒內容 傳媒的財經報導及評論 也沒有發揮出向受眾發出預警的功能 香港傳媒功能的缺失 還遠遠不止於此 下週再和你說個詳細 ky at kyying.com 星期六日見報